欢迎收看12月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袁靖 亚洲区域股市今天表现谨慎 马股在国油矽谷领跌下 以1562.71点挂收 跌了5.73点 来到新的一周 马币继续贬值 马币兑美元来到4.1590令吉 总结上周交投数据 由于中美盘判可能研制明年 加上本地10月出口数据疲软 上周成交值大幅下滑 外资也撤走8亿3462万令吉 本地投资者继续扶持马股走势 基金机构及本地散户 分别净满7亿5890万令吉 和7572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大马市场魅力消退 今天市场上竟然一次过传出 两宗外资脱售资产的消息 首先是英国最大超市集团 特异购宣布正评估卖出 大马74家霸市的潜在计划 若最终成事将成为继法国加勒福之后 第二家败走大马的欧洲霸市集团 除了特异购 博威年产托第二大股东 卡塔尔财富基金也传出卖股消息 据称这家主权基金公司 打算减持约7400万股或2.4%股权 总交易额达1亿2600万令吉 有消息指国家石油计划减持 多家上市公司持股 总交易价达60亿令吉 是大马史上最高记录 国家石油今天也发文告 证实此事并表示 已经在今天减少三家上市 子公司持股的交易 分别是国油贸易 国油气体国际传物 买家则是大马基金机构 不过国油强调 他们依然掌握上述公司的控制股权 国油在完成国内规模 270亿美元的边界栏项目后 目前正积极为海外扩展计划筹资基金 世界银行在大马经济检测报告中指出 虽然收入中值持续高于通膨 但国内低收入家庭和年轻劳工薪酬增长缓慢 导致他们出现被遗弃的印象 年轻教育程度低 与年纪较大 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工之间 每月实际收入的差距 更从2004年的529令吉 翻倍至1197令吉 出现收入增长分歧的问题 报告强调 国内不同地区的购买力出现变化 缺乏财政规划 家庭负债和负担不起的房屋 都是导致生活费攀升的原因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